大家好,我是小甜心 现在呢,在香港深水部的街头 今天又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情况吧 街上人来人往的,大家都是大包小包的买东西 因为端午节了,过节大家都是要出来买些东西回家的 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好了,社交距离放宽了很多 出街办事啊,方便了很多 很多人会问他们每天不用核酸检测吗 现在香港这边上班的人每天必须用快速检测机 所以不用去检测中心排队检测的 我上班的呢,在家隔三差五的要用快速检测机的 平时没有要求说要求检测的 比如说香港有些小区有情况了 就要所有小区的人去核酸检测 就,这就是强检 其他地方没情况的就不用去了 正常的生活该干嘛干嘛 所以街头看上去都是正常的生活的 大家出街呢,都是很自觉的戴口罩的 这点做的很好,很配合,继续保持 点心店的各种各样的包呢,四元到五元左右 今天种植生意很好哦 我们来一下隔一边 行你们 可以吗